我實在是很不好意思 真的 年紀這麼大 牽了臉皮馬回家 我還要去滿腹草藥 我小燕怎麼辦 但是我對其他四位年輕的入圍者 我也覺得跟他們很抱歉 我應該去留給他們才對 可是既然我拿了 他跟我走 我就帶他走 不然怎麼辦 對不對 那你們要問我什麼 幸運小路 幸運小路是什麼 你要看嗎 這個是我最親愛的房子 我的男媳婦幫忙 他一定要拿給我 莫子儀啊 他媽媽說你一定要拿給我 拿了在手裡都會有照片 真的耶 所以我在這裡也謝謝你 小夢小媽媽 不管怎麼樣子 就說我今年運氣好 我真的就拿兩批的 那我不曉得你 那我不曉得你們要問我什麼 就站在這裡 那個 問阿姨一個問題好了 我聽那個許承傑講說 是你跟大家講 姑威要拍成的影片 是你逼他拍的嗎 說不定不好聽 這是我講一點點時間就好 因為許導演都是從國外回來 拍了這個 莫子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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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學生拍 通常我們在台灣的學生 閉置都要自己拍 自己付錢 自己租機器 都是這樣子 那許導演呢 拍完了之後呢 我說導演怎麼那麼久 還沒有那麼好 他說對不起喔 我現在後續 那個要沒有錢了 後來他就說 那我們來那個什麼 那個 來募款啊 他募款募得很好 我看他在台上一個人講話 我一個人講話也是不太好看 我知道 所以一個男生在台上講話 就很多人就問他說 你這個片子什麼什麼 他就講 瞎捲來講很多話 我正在那旁邊 我就跳上來了 我說導演 我來講 我說你們誰要問什麼 問我就好了 他是導演沒有錯 就是瞎捲錯我去學的 我怎麼幫 怎麼做我懂啊 你們要問什麼 後來就有一個觀眾就說 那請問你 你們以後會不會拍長片 我說對不起鄭先生 你會不會投資啊 他說好啊好啊 我說趕快 工作人員也趕快去把他寫起來 他請他名字跟電話都給他留起來 他要投資啊 對不對 後來我們就商量之後 後來我們就商量之後 後來就送案到單位去了 就有獎助金嘛 那是獎助金啊 那是獎助金啊 補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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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後來 後來有一次我在吃飯 跟他跟朋友說 哎呦 你如果有在家裡 許若仙喔 請出來 哎呦我 我跟他伯伯來告訴你 哎呦 聖書就有了嘛 大家比較欠 但是說實在 導演的好的 就是說他的製片組 都非常的非常的好 不管是哪一個 所以 許若仙說他要演 那有那麼多女神啊 可是當要拍長片的時候 我就跟導演說 導演我可不可以不要拍 我說為什麼 我說 你看看 大女兒也是女神 二女兒也是女神 三女兒也是新秀女神 哇 都是亮晴晴的 那我一匹馬沒有拿過 我怎麼敢拍啊 他說拍 他就拍 拍完了之後呢 我抱歉 我的歌 今天也沒有 有入圍就沒有得到 那首歌喔 是那個 真的很好聽 啊 可是我唱得不好 啊 我唱不好 可是 我心想我也不是更新啊 我把他緊張丟來就好了 所以呢 有入圍但是沒有拉到 沒關係 今年沒有拿 明年再來 因為我知道現在走紅毯怎麼走 我本來很害怕 可是走紅毯不敢走 也不敢穿高跟鞋 我說我最把年紀不能再穿高跟鞋 萬一摔跤這個吧 所以我就沒有穿高跟鞋 讓我們知道紅毯走進來 這個地方這麼好 我為什麼不來 我一定要來 所以我明年有好戲 我會再來 謝謝 謝謝